相礼相亲 真实相亲 欢迎收看本期的相礼相亲 今儿个要给大伙介绍的小伙 哎 还是我家伙 就我那小老弟小龙 这有完没完了 这怎么碰着优秀的小伙 就是你的小老弟呢 那以后是咱们节目相亲的 优秀的小姑娘 这不都是我的小老伴人 你瞅你那个小心眼那出你瞅子 成天就跟我这就比这个比那个的 我这么说不是 不是为了给这小伙加分吗 就我这人气不挺棒的 往我这么一说我老弟 往欺骗我那些姨婶啥 不也就都欺骗他 他这找对象不就顺利吗 你这不懂事我就发心 不懒得理你 其实我真不在乎你的粉丝有多少 我更在意的是 我们的相亲对象 小龙和马丹 他俩成还是没成 上期节目中 小龙的细心和体贴 得到了相亲对象王月的青睐 奈何王月的身高 却是小龙不能接受的 两人最后也只能是彼此祝福了 欣妍又给小龙介绍了第二位相亲对象 马丹 不仅长相甜美 身高也是小龙可以接受的 这不为了推荐自己 小龙准备鼓起勇气 给马丹献歌一曲呢 自己的船系 我不能接受我 我也不知道如果先开始 放开放开 不要紧张 唱得也很好 不要混蛋 给你一张过去的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 有时会突然忘了 我还在爱着你 在唱歌手对吗 对 对 这个调来找不到调了 到哪里呢 停 对 对 好 哈哈哈哈 找不上调了 都紧张了啥人呗 要么你住这儿找点你看我的这个 这个这个那个调可平吗 那你把这儿坐得近一点 我看点那啥 重新唱吧 行 看在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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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时候可以特别沉稳 就是脾气好吗 以前不敢说好 我只能说比以前沉稳多了 听着好 不太好 三哥 你说一句实话 三哥 你说 跟 rome car spoke thisも so long 没看过他发生警 就像我那时候说 他最大的缺点 可能就是太实在了 CAT니까 或是替别人去考虑 所以它不会因为情绪这样的事 给大家发败气 那那个码单闺蜜 你觉得码单设是个找个啥样的 稍微沉稳稳定一点 稳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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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定比那男杂金怎么样 看上去也不错 没事 你就有啥说啥说实话就行 这两个亲友团都在看上去呢 我这个就实话 很成熟 去得找个成熟 找个成熟一点 对 成熟稳重一点 好 咋破呢 三哥 龙哥就是这样 这亲友团配合得不错 这次相亲还怪热闹的 两边的亲友团都挺给力 热火朝天的感觉 俩人那真是完美的组合 旁人是发表完观点 这两个主角究竟啥想法呢 亲哥来讲比较好一些他 这是可能说特别欣赏的地方 而且他的言行举止肯定就是说 不是那种腼腆型的 就比如说我俩真出去说 跟朋友一起吃饭呢 能有话题他不会说一句话不说 挺大的方法的那种 特别大方 那这么说经过第一次相处的话 马丹是你可以继续就进一步了解的吗 可以进一步了解 就是可以继续交往看看 嗯挺好 我希望他俩能成 那小龙 马丹就拜托给你了 你送他走吧 行没事 然后咱们随时联系 行 因为两人都感觉感觉比较好 那你们就在车上就互相加个微信啥的就行了呗 行 谢谢你们辛苦了 没事没事随时联系 小龙那你们慢点啊 好的随时联系 拜拜 怎么样 是不是照我说的去了 你看看这女孩 温柔稳静 男孩成熟稳重完美的结果 结了可不结了吗 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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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人是朋友不处 不是捞得好好的吗 这怎么还结束了呢 好好好 我之前我就说小龙 你这不能轻易下结论吧 你记不记得他择偶啥要求了的 不搞啊 说女方一米六以上 而且他跟那个马丹见面的时候 也都说了这个身高可以呀 坏事就坏事在后来嘛 后来他不送人家走嘛 嗯 车上啊怀疑在透人话里的 这万一眼你到底多高啊 这马丹也十块 刚才哎呀我一米五八弯 差两公分 哎呀不是我说你 那就是小龙的不对了 你说两公分 那不就是一个鞋垫的高度吗 再者说了 你说女孩这么好 难得俩人都又聊得来 你说你啥啥都那么相当 就那么合适 然后你就这么放弃了 那你到眼皮底的姻缘 有可能就擦肩而过了 那我说就叫着死里儿 白瞎那瞅英雄爱行的 你说他俩人唱挺好的 但是吧你话分咋说 你小龙呢也没毛病 结婚呢那不是小事 一倍又大事 对不对 谁都想这时候 找一个啥都可心的 然后我们心眼也注意到这点了 这两回了 你说这小龙最在意是啥 神龙 你知道为啥最在意身高吗 因为他身边朋友媳妇都老高了 你知道吗 他也在乎这点 你不得意格高的吗 这回新年给找了 那大高哥成高了 小龙 今天好准时啊 啥时候来的 刚到 刚到啊 今天精神多了 是不是 你还下了瘾我看 咱直接上车就行 我给你拍车吧 谢谢 谢谢 之前跟那个马丹见完了以后 不是说感觉挺好 让两个人留微信 你们还送他去上班去了吗 不是说我还是想找一个 理想中的身高 他没有一米六吗 我感觉他应该是挺高 他比第一个女生高 没有 你问他了 嗯 他自己说的 你啥时候问他的 咋问他 他自己说的 他自己说的 就是自己主动说的 嗯 可能说 可能说就是 我有我要求的时候 就是他看了我资料了吧 然后说那个要求一米六以上的 然后他主动跟我说的 他咋说的 他说他没到一米六 嗯 然后呢 你说啥了 然后我没至少看了 我觉得 无论怎么样也好 就做朋友也好 还是做什么也好 我觉得没有必要说出来 就很多东西 嗯 你不说是怕他 女生的话心里不舒服吗 就是对每个人都一能尊重吧 嗯 那你知道今天我给你介绍这个 多高吗 相信对象多高吗 但肯定是应该能超过一米六了 嗯 你希望你的理想型是多高啊 最起码得一米六以上 那理想型呢 我的理想型是一米六二以上 嗯 嗯 一米六二以上就行 对 那我这个超出影标准很多 这属于是大个漂亮版 嗯 嗨李莹 啊 是你给我发的吗 哈哈 这个是我们男嘉宾张仁龙 没有 这个李莹 那咱先上车 哈哈 哈哈哈 相亲对象李莹 长春市人民医院护士 身高一米七 月收入五千元佳 我之前那个跟小龙说 因为你这个过敏了 所以得 啊现在脸还抱皮呢 对啊 他还特别关心你的进展呢 那你就是 倒跟起来 你倒不问了呢 我几乎开车的东西 已经不能二十年了 没有提 刚才在车上跟我讲话 你没法说 现在你不敢说话了 我没不敢说话了 该说一下 那你看见人家第一印象怎么样了 挺好的 除了挺好的 这个太官方了 我都没敢自己看 哈哈 没有意思 你觉得小龙跟你想象的 或者看照片的那个 我也不一样 你看我 因为我没认出来是他 是吗 我没认出来 我不知道是他 跟照片差这么大吗 好像 这边没有本人好看呢 咱们还提前到了呢 是不是 没有什么 哈哈 吃饭太急急了 哈哈 你刚开始见他觉得他是一个啥样人 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嗯 嗯 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嗯 但是要比给我发照片的感觉印象要好 那他是你喜欢的那种类型吗 嗯 算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 嗯 你喜欢是哪种类型 嗯 就是说 首先外表吧 嗯 外表可以 然后其次是 嗯 有工作 嗯 要说小龙对李莹的认可程度 从方方面面的周到 就能体现出来 就连这次见面的地方 都是小龙以前一天就订好的 再看看点菜时的贴心 海鲜 青菜 女士菜 一样都没少点 这么完美的开场 会不会给俩儿接下来的相处 开一个好头呢 如此殷勤的笑容 能不能让李莹动心呢 其实我特别好奇的就是 为什么像你这么优秀的人 然后一直搭着呢 因为我不优秀啊 然后你想找理想的另一半是什么样 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 最重要的 主要就是看两个人在一起相处的 要舒服一些我觉得 你是什么想问的或者想表达的 真的没有 其实我有一个特别自卑的问题 你知道吗 就是我感觉 我感觉你比我高似的 就是这个你介意吗 我说这个 还好这个不是最主要的 我觉得这个不是最主要的 你觉得它比你高吗 感觉比我高 那米多高啊 一米七七七吧 一米七左右是吧 好像是 那你呢 一米七的话那就是没什么说的了 不用问了 不用问我了 那它肯定就没你高啊 它感觉比我高嘛 这可说到了关键问题了 没想到一个李莹 还能把如此自信的小龙整自卑楼 俗话说 你在意啥 啥就能折磨你 看来小龙在意的身高 这回把它折磨勾腔 两个人的身高差距 会不会让他们产生距离呢 接下来的相亲 还能顺利进行吗 那刚才你特别就是真诚的跟他说 可能觉得自己好像还没他搞 那些隐身高的问题 你是真有这方面担心吗 确实有话 就是我感觉的情况下 他好像是第五个 我没有 这个我不接我怕他接你 我是一个如果我喜欢的话 我什么都会在意你 但是你之前写的那个要求标准好像是得一米七八以上 对人家只是要求不能写无要求 这个东西有很多条条框框的东西是针对人的 条条框框是给不合适的人的 那就是今天你觉得虽然他自己有这个顾虑 可能看着还没有你高呢 然后你也觉得是可以交往接触的吗 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自信的点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就是我不会说 但是我会做 我所有的事都做给你看 我不必须说 说明天我怎么怎么样 后天我怎么样 给你一堆承诺 我觉得我不那样 就是说 我会拿实际的东西给你看 就是这样 就可能说 你喜欢什么 你给你打电话 或者说你感冒了 别人给你打电话 你注意点啊 怎么怎么样 买点钥匙 我不会那样的 可能说你说你感冒了 我说行 我知道了 你感觉 哎呦 不会感觉特别冷 但是没准下一刻 我就会出现你家楼下 然后给你把药送了 真的 我就是这样的人 我不会去说 我觉得说没有用 因为说很多东西都是虚伪的 很多东西都是假设的 对 就是我觉得做比什么都强 是的 我也不会轻易承诺 就是我承诺的东西 绝对会做到 就是我是一个有主见的人 首先我得承认这一点 第二呢 我是一个大男子主义 这是确实的 对 这句话比较准确 我有我自己的观念 有我自己的思想 就是这样 不是说 而且我说那个大男主义什么的 我感觉现在有必要说 就是我觉得大男主义男人 大男主义我感觉大男主义的男人 就是说责任性特别强 就是大男主义的人 一般都是特别要面子 嗯 因为我也是特别要面子的人 所以说 可能说在有场合的时候 我们俩同时出现的时候 会出现一些分歧 就是我父母根本就 对我来说一点负担都没有 可能说他们的工资就够了 够他们花了 只不过我是想让我父母过更好的生活 想让我以后的 以后和未来 就是我的家庭过更好的生活 所以说给自己大男主义 是这样的 嗯 我觉得像你说的似的 暖男 我觉得应该是那样的吧 可能说能给你一种特别温暖的感觉吧 身高的自卑并没有让小龙退缩 反而是投其所好 了解了李莹在意的点之后 小龙就开始推荐自己 这没毛病 爱情本来就是需要争取的 不然别人咋能知道你的好呢 就是不知道小龙这个自我推荐 能不能让李莹心动呢 你当时听他这么说的时候 心里是什么感觉 他变怒 嗯 嗯我觉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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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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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象的 或者你希望另一半做到的 差不多一样的 那你当时听到他这么说 你心里啥感觉 最开始就想找一个 比较暖的 暖一点的 有贪心的 有担当的 这样的男的 那你觉得他是不是那样的人 算是 其实我是一个 特别愿意 让别人带动我的人 可能不会想到我去想干嘛 但是假如说 你陪我去打篮球 你陪我去打高尔夫 乒乓球什么 我都会很愿意地去参与的 我是喜欢被人带着走的那种 就是说 别人带着你 干什么都行 喜欢别人带着你 对 我是这样的 以后我带着你呢 可以 没有问题 我那意思就是 干啥都行 打台球 就是有的时候 我说 你带着我 就是 可拿跑都行 就是这样 一个有主见 一个小鸟一人 两个人的搭配还挺和谐 听李莹这么说 小龙这心里 不知道有多高兴啊 这是不是证明两个人可以有进一步的了解了呢 没有那么多话言巧语就说话就很正的那么一个人 可以有更深的了解 那这么来说的话其实已经说得很明白他其实就是你可能是接下来就是想想进一步接触的这个对象是不是 可以了解一下 我别讲讲中年 小龙你往中年走 我去那边买了 行 那你去吧 我是觉得他可能对物质特别在意吗 他可能觉得女生需要 那都不是 不是觉得女生 我就觉得可能要是我真的接触了有一些方面就是说 我真不在 我可以有物质 我给你甩个包 或者我可以 那他不会 我觉得他会是这样的 他可能就是他这个表达方式可能让你会这么觉得 我没有时间陪你自己去买个包吧 对 可能我觉得他会给我这样的感觉 但是这个感觉是我不想要的 嗯 没事 一会可以直接问问他也行 你已经刚想起这个问题吗 不是 是他说了很多事情的之后 我会觉得他会是这样 嗯 但是可能在他看来就是我对一个人好 就是说有的人愿意给你花钱 或者愿意 因为每个人挣钱都不容易嘛 就是我本能给你花钱说明了我挺 对 这也是个认可 但是你觉得那样的话 你觉得那样男生也比较 以后的话就是我没有时间陪你 你自己想买点啥买点啥吧 这种我觉得我好像是些什么 那个就只能是 现在说的话也白说是吧 那只能是以后的交往照看 再看吧 对 完事了是不是啊 行走吧 我们刚才在探讨一个问题 你慢点走啊 他探讨一个问题他突然刚想起来的 他人呢 他说你可能你一直在说物质这一块 会不会 会不会你觉得我没时间陪你 我给拿点钱自己买想买的什么东西呢 你又会不会是一个这样的人 不会的 那你给他解释一下 这个 这个东西吧 绝对不会的 因为我觉得 两个人在一起 感情特别重要 嗯 不只是 另一方面 对他可能觉得你是注意物质 会拿钱砸呀 觉得你有钱 我给你买个包 我给你怎么样 你开心了 我会忙我自己的 绝对不会这样 就是说有钱也好 没钱也好 我会 就是我会把时间 留出来 嗯 但是人也说了 就是说 现在回答其实都还可以 就是看以后相处的 如果真到那一步的话 那可能那个时候再说 就看你的表现 实际行动表现了呗 就是实际证明一切吧 对 我只能这么说 对 那今天咱这个基本上就结束了 行 然后送你们回去 那那个得先 对 对 然后你晚上我跟人听打电话 还要去回双眼是不是 没事 那也没事 那行 反正你就辛苦了 没事 又辛苦了 上车吧 那上车吧 好吗 妥妥的了 这个我敢保证 结果不会有什么反转了 你看这身高 这身材 这长相 这小龙相忠的 不要不要的了 嗯 这丫头对小龙这感觉不也不错吗 俩人彼此发现对方身上的闪光点 彼此欣赏 这事就好办